行 我去跟我爸交代一声 宁华佐同学 你可别吓唬你老了我妈 你爸现在天天急得要命 盯着我弄这个手机监控程序 他以为写个程序 就跟写篇文章那么简单 哪那么容易啊 我正一遍一遍测试网络系统呢 就是个破程序嘛 需要我帮忙吗 你能帮得上忙吗 你太小看我了吧 那我倒不敢 我就知道呀 你现在是个大闲人 是班也不上 学也不上 我看你啊 不像干技术的料 你对我评价是不是太低了 本人好歹是 工大数学系的才女 我可是全校 数一数二的高材生 真没看出来 如果你要说你是 工大的校花我倒相信 那是 本人一向才卯上全 你怎么没上课去啊 我 退学了 退学了 怎么着 你想学比尔盖茨啊 以为自己的专业水准高 老师就教不了你了 不是啊 是老师太坏了 太坏了 追你 他敢 我踢死他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就是我伤口的时候跟他顶嘴 然后他就把我赶出去了 事后证明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他老是死活都不肯承认 一气之下 退学 哎呦 那咱们俩还真算是同命相连 我也退学了 不过咱们俩情况不一样 我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我听我爸说 你爸下岗了 是啊 所以我做生意去了 我倒好 我有一个有钱老妈支持我 我爸是死活都不肯我退学的 老爸 岳峰工作特别认真 他在问我些数学问题呢 我再帮他解答 你们要谈事是吧 那我先走了 丁总 我确实向他请教数学问题呢 你千万别多想啊 监听设备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 你搞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现在我正在做一个事 做系统测试 晚上就能用了 好 丁总 来一下 丁总 我总是觉得 金小毛提供的路线图有问题 什么问题 没道理啊 四十八号小路 山高路倒 人就是在不复宠的情况下 都很难通过 我真是想不明白 沙里文有什么理由 会选择四十八号小路 我也研究过 我倒是认为沙里文很可能冒险 你想想 四十八号小路 在我们辖区的最西面 距离远路线长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安装电子盐 和红外线感应报警装置 沙里文一定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他想铤而走险 我认为他跟上次一样 是用假的路线图来欺骗我们 你是说 金小毛 在跟我们演戏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沙里文 利用金小毛 他故意让段弓 让金小毛看见假的路线图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是 沙里文出过的西北通道 已经完全被禀魂毒死了 他无路可走 所以才重新走我们下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 沙里文会孤注一掷 冒险走四十八号小路的原因 林总 沙里文绝不会走四十八号小路 他跟上次一样 还会选择用摩托车运动 你听我说 林浩 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下思路 雇佣背负 固然运输效率低 但是保险隐蔽 至少在金小毛来之前 你我没有想到 林总 岳峰不是说这几天 不断地有人入侵士兵监控系统吗 我觉得是段弓干的 他想让我们的电子眼全部瘫痪 好让摩托车运动 阮林浩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这脑子为什么就不能转弯呢 沙里文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让段弓破坏我们的监控系统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掩护他走四十八号小路 毕竟四十八号小路 没有任何监控吗 报告 林总 我有个想法您听好不好 咱们在四十八号小路上装电子眼 我刚才测算了一下 虽然线路倒是远了一点 但是费用咱们是承担得起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有视频监控 沙里文就不至于装空了 不行 铺设线路工程太大 会进入沙里文的 那装无线摄像头呢 无线摄像头 这倒是可以考虑 喂 我是宁列宇 是刘队 我明白 刘队很重视金小毛的情报 认为有一定可靠性 这能说明什么呀 这样吧 林浩 既然刘队打了电话 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今天你就去四十八号小路跑一趟 实地勘察一下 找几个好的位置作为伏击点 四十八号小路的地形 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你不想去是吧 你不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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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那 太过分了 哪能这么跟领导说话 你皮太大了 叶峰 到 你跟阮村某去四十八号小路看看 如果能安装无线摄像头就好了 不管沙里文走不走这条路 我们都有被误会 您总我明白了 您别生气 别往心里去啊 赶舱姆这人就那样 跟我他也那样 多嘴 我呀 你看 我呀 这照片 船姆 我 reached out 你很轻松 你再放一带 我又来 应该 你带我去 你去 你去 晓鸥 你这些 我来 小路 这奇怪了 你看一点信号都没有 怎么回事 你看你看 连半个根都没有 是不是没信号 就没办法张无线摄像头啊 是啊 主要是因为这无线信号 都被周围的山给阻挡住了 这视频呢就传不到指点所 除非咱们在对面那山头上 架一个中转站 你不废话吗 你再把中国移动公司给请来 能架上中转站 还不是直接附地线呢 沙林文也会这么想的 你让我呢是不是 怎么了 你说断工也知道这没信号 没办法张无线摄像头 对啊 其实断工他们 根本就不用到这来实体探查 咱们俩也不用来 我随便在那卫星地图上一看 就能很快的了解这块的情况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您所说啊 还不是为了你吗 你说你们这两位大领导 刚才跑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的 我作为一个新兵我哪敢插嘴啊 万一我在您所面前 说了对你不利的双变 你多没面子呀 没看出来呀 是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有想法 其实就是成熟 是不是因为你踩地雷的时候 我救了你 你把我当成救命安忍了 对乎你要真这么想 我就白带了你一程 你想我太没出息了 但是你确实是救了我 而且是冒着生命运气啊 其实你没必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我希望你跟以前一样 从我挑战叫板 说实话又不 我挺喜欢你那会出生命运动的 放火的劲儿 不用了 太冲动了 太冲动了 你要真这么冷静啊 金哥到机关去当我领导 又长成不了战 小三毛 我想问问你 你说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战友啊 之前所里所有当兵的都是战友啊 遇到危险了我也会去救他们 同样的 每天我遇到危险了 他们也会奋不顾身来救我 战友就是对方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豁出命去救他们的人 但是用不了受感情 我明白了 咱俩就是战友 其实你今天还是自以为是 你以为你跟宁所说 这儿没信号装不了无线摄像头 我都会生气什么 不会 因为我认定了 沙利文绝对不会责任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因为我认定了